你好林轩 大家好 跟大家说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那个亲家老钱呢 在这儿开了一个嘎嘎店 开业那天呢 我就拍了个小视频 发到朋友圈里去 这一发朋友圈啊 我圈来了一个人 不是外人 就是我们社区保安 余小脸他爹 其实圈来个老头也不习惯 关键这个老头长的呢 是相当帅的 一会儿不出来 再做个女同胞 你们都把眼睛闭上 不然我真怕你们被他迷坏 老鱼 来 大伙都在这儿呢 你跟大伙说啥了 他们一见我就乐 我跟他说你长得好看 全世界都知道 用不着你强调 这个店就是老黄开的 那个嘎嘎汤店吗 你可弄明白了啊 这个店主可是老钱 老钱 太好了 看我怎么收拾他啊 老钱和老黄可正热恋的 你要横空插一杠子 比如说我楼头给你一棒子 说啥呢 我也没真给老黄谈朋友啊 再说了 那老黄 就老黄那模样 他配得上我吗 哎呀 老范子 你忙去吧 该干啥干啥 行 行 那我给你送到门口了 啊 我这大门 你哪来的自信 哎 欢迎光临前串子嘎嘎汤 祝你吃得愉快 吃得健康 来的都是客 客官你请坐 哎呀 这个服务员挺热情啊 都说这个店的服务员是一个人高马大 亭亭予律的中年妇女 怎么是个扣扣扣扣扣 小老太太啊 哎 你眼睛是不是长毒了 我是老太太啊 我是正宗的东北大老爷们 哎 老爷们 我看出来了 大在哪儿我是真没看出来 哎不是 我问你 你是来吃饭 你是来欺人的 小哥哥 哎呀哎 别这么叫 哎呀 这老心叫的 哎呀 这鸡皮嘎嘎叫一地啊 哎叫哥哥可以 最好别强调那小字行吗 哎呀 我说你 你真不知道 咱俩在哪儿见过吗 你再好好的端下端下我 你别 那个还好 我看过不少恐怖点 药蓉把我吓死你 谁呀 哎呀 你这个店里都有没有服务员呢 你不废话吗 谁家开饭店没有服务员呢 有没有一个女服务员 美貌如花 啊 那个子超过一米六八 你说的是老黄吧 对就是他 我能不能见见他呀 没问题见可以 不过他现在还没上班呢 能见就行了 没你事了 忙去吧 哎好嘞 什么叫我忙去吧 不是 你是干嘛的 我是干嘛的跟你有关系吗 你这啥话呀 这是我开的饭店 你到我这吃饭 我不可以问一下你是干嘛的吗 我啥也不干 我就是想见见老黄 你能跟我说一说 你是老黄的什么人吗 我现在不是什么人 不过以后没准 我就兴许是他的什么人 这话说的 我神奥 你一会是人 一会不是人 你啥意思 老黄现在是个女单身 我是一个男光棍 人家介绍啊 让我们两个今天晚上相亲 明白吗 我这老黄大妹就不够欲成 他今天在这儿跟他相亲 这么大事居然没告诉我 什么意思 这次我是干啥的 你该明白了吧 明白了 明白就好 你赶紧走吧 你怎么往外昏顾客 不是我这是饭店 你吃饭我不反对 但是你相亲 到我这不好使 你赶紧找婚介所 不是我就是不吃饭 我在这坐会儿不行 不行我这不是后车大厅 你说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啊 赶紧不欢迎你赶紧走 不是你这啥菜呢 我啥菜呢 你赶紧走 哎呦 我说哪车 我越想哪车 老钱大哥 哎呀 对不起不好意思 我又迟到了 老黄 你是 你不认识我呀 你赶紧端性端性我 不不不用不着端性 用不着用不着 没没 站住站住站住 站好了站好了 姿势摆正摆正 不许动 你要动我就报警 什么意思你这 那个 谁呀 黄大妹的 你不认识她啊 不认识啊 那你跟我说一下 你今天除了正常上班 还有别的其他的安排吗 那我还有啥安排呀 没有 那我就放心了 剃头挑的一头热 是不是 不认识